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你讲到里面 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其实香港楼市偏低 为什么还会说偏低呢? 因为很多人看楼价 是用自己第一身去看的 就是自己人工多少 把人工给了多少钱去供楼 能否负担得到去看? 但是整个世界不是在第一身去看那件事 香港为什么房地产的楼价偏低呢? 其实是一个重点 就是港元阴丝止化 即是说港元越来越不值钱 为什么港元越来越不值钱呢? 就是因为港元和美元挂钩 和其他城市相比香港的楼价真的高 譬如说上海我有同学 譬如二百多万 那就买到了 差不多的面 即面积更加大 或者新加坡那样几十万 一百万以内 那你怎么看呢? 两样东西 譬如说回上海 上海二百多万的楼 已经是个几钟头过外的车程才能去得到 这是第一 第二 上海人的人工和香港人的人工 现在还有两三成的差距 其实他们给的利息是比香港高很多 香港是享受一个低利息的 大概公楼是两利息 而在国内的公楼的利息是六厘左右 你试想一下如果两利息和六利息 其实差距是很大的 一个供一万元的楼的话 两利息可能是几百元的利息 但是如果说六利息可能是几千元利息 那个相差是很大的 第二件事 因为你用香港人工去看国内的楼 你便会觉得它便宜 而新加坡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是走高地价政策的 他们是抽很重税的 所以大家税制不同 不可以绝对去比较 比较所有最高的城市 比如伦敦、纽约、上海、北京、东京、大阪 全部的楼都是贵的 这个问题不是今时今日的 就算去到几千年前长安 或者去到汴京 全部都不会是住得便宜的 因为那些一级城市一定是贵的 所以这个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